咸魚是中國著名傳統美食 而世界上其他地方亦有咸魚售賣 澳門最常見的咸魚是以 草白、馬油和鯛魚等魚類業制而成 澳門漁民傳統醃製咸魚的方法分為 清洗、醃製、乾曬等三個程序 清洗的部分除了一些特別的魚類 例如紅三魚之外 都需要先將魚去塞洗井,無需刮鱗 清洗完畢之後 將鹽裝滿在魚肚、魚塞入面 然後將魚放在木桶或者燒機中 以鹽將魚分隔 即一層鹽、一層魚 稱為葉製 葉製時間之長短 視乎魚的大小 通常大概兩至三天 之後 將葉製後的魚去輪洗淨 然後平放在竹棚上面 在陽光下曬乾 曬乾的過程中需要有技巧 例如正午的時分 由於陽光過強 容易將魚肉曬乾 故此該時段不依曬乾 曬乾需要三至四天 時間為早上至正午淺 曬乾後會放在陰涼的地方封乾 以上就是鹹魚製造的基本步驟